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光棍节虽然有些调侃的未来在其中 但是并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节日 如今11月11号呢 被聪明的商家改为了叫做购物节 也许是单身狗们 每逢佳节 被刺春吧 想花重金购物 顺便把某个女孩给砸倒 成为自己的女朋友 从而脱离单身的苦海 当然了还有不少大脸女青年的 想花重金购物 从而排解自己心中的悲愤 我认为啊 不管11月11号是光棍节也好 还是购物节也好 都不是什么吉利的日子 因为花重金被多次接受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国内的节日一下子多出了不少 每个月似乎都有一个节日 让热衷于组织的男男女女们 找到放松放纵的理由 光棍节原本只是单身汉自嘲的方式 然而 当他遇到商家精心策划的购物节时 一个人的孤单 就变成了一群人的狂欢 至于购物节 为什么会撞上光棍节 这背后的商业操作 一言两语 怕是难以说清楚 只知道 据某宝高层人员轻描淡写的表示 他个人喜欢 1这个数字 11月11日 有四个1 那一天光棍们都没事干 就会有他们到网上买点东西 不过在购物狂潮席卷过后 狂欢的归狂欢 孤单的依旧孤单 购物之余单身者 不过是一记短笑的阿斯匹林 在影片《重庆森林》中 金城武所誓言的警察阿武 在嫌弃他越来越不像 三婆友和的女友离开之后 每天都会去超市买一罐 5月1号到期的凤梨罐头 他告诉自己 当买满30罐的时候 女友如果还不回来 这段感情就会过期 30天30盒罐头 30G阿斯匹林 终究还是没能等到 女友的回心转意 阿武可能是华语荧幕上 最闷骚最寂寞的单身男 明明靠脸就可以的金城武 也奉献出了他荧幕生涯 最好的几次表演之一 然而 当购物行为超越施压功能 演变成为一种 难以自拔的强迫症举动时 他很有可能 就成了一种莫名的病症 一种扰乱生活的隐僻 影片一个购物狂的自白中 女主角一身名牌 在华丽登场时 就精准而形象地定义了 什么叫做晚期购物隐患者 在他眼里 世界大概只分成了两部分 可以买的 和暂时买不起的 即便信用卡已经全部透支 身上的现金也所剩无几 但是在难以克制的购买欲望面前 女主角还是轻易地缴械投降了 完全不顾形象气质 与身上的品牌服饰 般配与否 影片改编自畅销一时的同名小说 小说作者索菲金塞拉本人 就曾经是一名狂热的购物达人 这一方面 与他所从事的时尚职业息息相关 而另一方面 则如作者自己所言 当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巨增时 购物变成了一种习惯性的解压方式 这句作者的自白 听着是否有些似曾相识呢 你也许会不经意间 在办公室里听到同事 尤其是女同事们发出的同样的感慨 美食和血拼 大概就是城市白领们 短暂忘却朝九晚五生活的 一季节幽玩 影片导演是曾经指导过 经典爱情浪漫剧 《我最好朋友婚礼》的PJ霍根 男女情感那些drama的设计 对于他来说可谓是驾轻救赎 虽不出彩 但也不至于声色 整体而言属于那种 看过便不会再回味的 俗他爱情片 好在影片主打的 并非只是亲情牌 更多的是 购物也可以是一种病的高概念 以及围绕这一概念 铺承开的 女主对抗购物瘾的主线 片中友情爱情 乃至事业线的冲突与和解设置 都随着女主角 以购物瘾的爱恨纠葛 而起起面面 购物之于女主 正如毒瘾之于瘾君子 把握自己生活的路径 有 且只有一条 那便是与购物瘾 抗争到底 为了强化这种对抗感 导演戏剧夸张般的 处理了女主 逃离购物瘾的行为 片中最滑稽 荒诞的一幕 出现在女主角 感情受挫之时 参加了一个 所谓的购物瘾治疗小组 小组成员同样是一群 晚期购物瘾患者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 原本独隐患者 交流互助般的氛围 被女主角 对购物的美好描述 所带飞了 而片中的大反派 被设计成 信用卡追债人 也是一处 令人捧腹的亮点 揭穿女主角 种种谎言的追债人 仿佛是购物瘾 派来的冷血杀手 女主角眼见到手的爱情 和事业双丰收局面 被无情打破 当然 类型片终归有 类型的套路和模式 观众很容易 便可以猜到最后的结局 女主角和购物欲 达成和解之后 爱情友情 都双双重获新生 正如前面所说 购物节和光棍节 合二为一 不是一种巧合 它是商家 精心策划的营销点 细细地揣摩着 背后可能隐藏的 阴谋阳谋 多少有一种 细思极恐的焦虑感 单身并不忧伤 该宅就宅 该独乐就继续独乐 忧伤的是不仅单身了 还得强忍着 不加入剁手党 这种情感和钱包 被双重虐杀的痛楚 单身的人们冷暖自知 不过购物者 有购物者的天堂 单身汉 也自有单身汉的避风港 影片超市叶未眠 告诉我们 想象力所能抵达的地方 除了星辰和大海 也许还有美好的爱情 和迷人的姑娘 影片男主角 本威利斯惨遭女友分手后 陷入了一种 极端失眠的单身状态 为打发每天 多出的八个小时 也为了忘却 对前女友的眷念 本应聘成为了 超市服务员 在乏味的超市工作环境中 每个员工 都有自己 对抗无聊的招数 而本的最为独特 他可以在脑海中 定住时间 幻想生活 按下了遥控器暂停键 这种美慢超级英雄 才有的技能 成为了本 逃离悲伤单身狗生活的魔法 在暂停的超市时空里 本可以随心所欲 现实生活中的Loser 此时成了主宰一切的国王 而在另外一部单身汉 想象自己有超能力的影片 《白日梦想家》中 本斯蒂勒所饰演的单身大叔 干脆就幻想自己是超级英雄 在等趟地铁的功夫 也能变身成为 复仇者联盟中的一员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 他却是不敢开口 向心爱的人告白的怯懦者 这类影片在魔幻和现实之间的转换 往往是相同的套路 一旦主角被拥长生活中 突然出现的危机 或者是目标所激励 便会不自觉地 从幻想中走入现实 本威利斯在和女主角擦出火花之后 逐渐忘记了前女友 回到现实生活中 而《白日梦想家》中的本斯蒂勒 则为了守护老牌杂志人的尊严 毅然决然地踏上了真正的英雄之旅 天南地北 环球东西 幻想的力量也不过如此 相比上面两位只是假想自己 有超能力的狂想派单身汉 恋恋书中人中的单身男主角 简直就是自己世界的造物主 影片一时 男主角凯文的生活便不能更悲催了 女友离他而去 而作为备受关注的年轻作家 灵感仿佛也离他而去了 当凯文的生活整个沦落到了谷底的时候 他书中的女主角路比 突然从书中进入了现实世界 凯文惊讶地发现 路比身上有他梦寐以求的女孩的一切特质 而更令他欣喜若狂的是 他居然可以通过更改小说内容 而及时调整路比的习性和性格 这听上去多少有些像某种养成游戏 或是未来智能机器人的设定属性 凯文悲缺的单身汉生活 很快变成了随心所欲的甜蜜的二人世界 他似乎再也不用担心情侣间的争吵和妥协了 路比简直就是完美无缺的恋人 不过好景不长 凯文发现路比并没有自己想得那么被动 他仅有的一点自我情绪 让凯文觉得随时会失去对他的控制 重新回到和前女友的争吵模式 于是凯文不断地修改路比的习性 也逐渐成了自己的心魔 充满创造力和美好想象的写作 几乎变成了机械粗暴的游戏编程 然而编导们还是给了影片一个 落俗套的大团圆结局 凯文在走向彻底失控的最后时刻 选择了让路比遗忘自己 获得个体自由 相比这些穿梭在浪漫想象和悲伤现实之间的单身角色 40岁的老楚男的安迪要惨痛得多 对他而言单身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被旁人发现自己竟是单身老楚男 于是乎在死党的怂恿下 安迪决心洗心革面 告别楚男岁月 但就像被下了魔咒 安迪的破楚计划总之磕磕绊绊 旧时的破楚阴影 噩梦般袭来 直到遇见了女主角 安迪的黑暗人生 才仿佛撕开了一道光亮 安迪本以为会是如破竹般的告别 单身楚男状态 然而尴尬一如既往的上演 真正让安迪走出阴影的 是他开始坦然面对自己的楚男身份 一如白日梦想家中的本斯蒂勒 开始主动拥抱 棱角分明的现实生活 如果说安迪是荧幕上 最悲惨的单身汉之一 那么BJ单身日记里的穷斯 可能就是荧幕上最幸运的单身女了 甚至都不用加上之一 肥胖 抽烟 喝酒 以及一堆的生活恶习 在英伦绅士科林费斯扮演的 达西先生面前 似乎都被屏蔽了 为了这枚单身女 达西先生甚至和同样 十万人迷的休格兰特 所饰演的男二号大打出手 两人足足打了三分钟 即使说这部影片教会了我们什么 那便是只要你够真诚 愿意坦然面对自己的缺陷 一切都会如你所愿 在我们本期节目最后 祝愿那些仍旧单身的同学 能尽快找到自己的梦中女神 或者是达西先生 至于那些安于单身的死宅 我们也只能奉劝一句 小想遗情 狂想伤身 外面的世界很大 多走出去看看 每天你都有机会 和很多人擦身而过 也许有一天 她或者她 就成了你的知己 或者爱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